好 我们继续啊来看这个 我们已经把这个组件已经 把它运行起来了 对吧 运行起来效果 那我们呢 现在呢可以基于建个视力 然后呢 把它改成适合我们的 对不对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上面的那个标签栏对吧 它标签栏的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对不对 还是比较多的 那咱们可能只需要两项 一个是我的音乐 一个是那个网络上的这个乐库 对吧 对 OK 这个还有朋友给我发消息是吧 OK 一会再看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改呢 那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 它的这个视力里面的main activity 实际上等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改成我们自己的 好 那么它在这儿在哪个位置呢 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它这个main activity 怎么去使用的啊 首先呢 它这里面先定义了一个叫做pager sliding type strip 是吧 这个组件 那么这个组件里面呢配合的一个叫viewpager viewpager 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对吧 对 学过了 然后里面呢再绑定一个叫做mypager adapter 也是这种模式 那首先它对应的呢再往下看 下面这两个是这个是当前的一个颜色值了是吧 当前所选中的那个颜色的那个值 比如说我们现在它应该是默认的一个颜色啊 当然是什么颜色 等一下我们再看 那在这个activity里面这个叫activity main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布局里面怎么写对吧 好 点进来我们一看这个布局里面呢 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叫这个我们的选项卡的这个组件对吧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选项卡了 就在这上面看到的这个选项卡对吧 然后下面这个叫cut1cut2 这就是这一部分内容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是这个viewpager来实现的对吧 viewpager的方式啊来实现的 然后再往下再往下就lean the layout lean the layout下面呢是个color 你看它这边定义了好多对不对 定义了好多inmate view对吧 inmate view那这一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你看下面这一流 是吧下面这就有它各个颜色你可以选嘛 比如我选个绿色 它就立马这个这个上面就变绿色了是吧 那咱们可能因为它的例子是这么写的 咱们不需要这样让它换颜色 咱们就固定一种就可以了对不对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那么默认它那个颜色是什么呢 默认的颜色应该是这个灰色吧 应该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这第一个嘛对不对 这第一个这个灰色 你看灰色应该是这个 ff 什么 ff 几个6啊 6个6是吧 对 ff6个6啊前面是这个透明度的意思 好 ff6个6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里面也是 ff6个6那就是默认就是灰色是吧 灰色 ok那我们来选一个颜色吧 我们用什么颜色呢 假设说我们就用这个颜色怎么样 红 就用这个红色吧 红色吧 好吧显得喜情 ok 70周年过了是吧 好那没显得比较喜情 那我们就红色红色应该是第三个吧 第三个颜色应该是你看这边这边上也能看出这个这个颜色 就是不是这个颜色啊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颜色的色号 对吧 色号复制过来 我们把这个默认的颜色给给换掉 对对对 这里面给他换一下 我们要 锦号要换成什么 叫0x呗 16进制的切法对对对对对吧 嗯 刚才有中文 在做坏啊 0 哎呀还没把它切掉是吧 OK 嗯0x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颜色色号 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上面这些 image view 这些东西对我们就没有任何的 用处了吧 我们就先把它干掉了 对吧 嗯我们实际上只保留 这两个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about 就是说在在哪个哪个的下边是吧 嗯在 你看在谁的这个 它下面是谁我们就把它去掉了 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OK OK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看一下 哎就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一个布局结构是吧上面就是那个那个滑动的那个那个条下面就是我们要显示的那个内容是吧嗯显示的内容OK我们把就这里就先换了一下啊好换完以后呢咱们现在那个内容在哪呢内容它肯定因为有三个东西是吧 东西来组成吗对不对肯定是在哪里啊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说填充东西都是adapter里面来去填写的啊所以我们来点击一下到adapter里面果然不不出我们所料是吧嗯你看这个位置不就是 adapter吗对不对这就是他里面的这个配置adapter好这个呢就是他里面设计到那个那些标题嗯看到没有啊嗯里面的那些标题应该是不是跟这个一样的啊但是他没有写到哪里去啊 没有写到你看这些标题是吧哦对对对没有写到我们对应的呃哪个地方嗯没有写到我们对应的那个呃使俊那个文件里面对吧OK那我们就先在这先给他写一下吧先给他改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叫做呃什么呀我的我的音乐可以吧那第二个呢我先这么写啊 然后后面我们把它在整理的时候再把它放到使俊里面去嗯这里面叫做呃什么音乐库音乐库这两个音乐好像就 重了啊 是不是重了呀 这这些都是本地对我的音乐就是本地的然后下一个我们就是网络的吧对吧那就在线 那就叫做呃网络吧嗯是吧我们叫网络 我的音乐跟网络音乐是吧两两个啊这个这些我们就不要了呗对对对对这些我们就不要了OK好 好我们就到这我们就改完这我们再试一下啊嗯再试一下我们的情况实际上我们改完以后这个main activity就是一会就作为我们的这个主要的那个activity啊对吧对把它变成主要的activity就可以了好呃看一下样子啊 启动起来 启动起来哎现在是不是就有两个啦对对吧嗯就只剩下两个这个选项卡了吧我们就就就就够了吧嗯够了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了是吧嗯我们想要的效果OK那么呃 呃这个是一个安卓的logo这些地方呢这些地方他点击以后他还有这个他默认这个例子里面还有还有这个table是吧你看还有table栏那这个呢我们就看情况我们不要的话就可以把它去掉是吧不要的话再把它去掉就就就可以了好这是这是这里两个地方嗯呃然后呢我们需要的是这这个我们看 看一下切换切换什么呢 他切换的那个颜色的方法应该在这有是吧应该这里面是有切换方式现在现在来说呢我们我们这已经是呃用不到它了是吧用不到它了我们就先把它先放的好吧先放了我们先来看啊 这是他默认的啊这是他默认的啊默认的啊默认的一些一些一些东西然后呢他默认的第一个叫卡一是不是叫叫这个叫卡的一哦哦哦哦哦哦第一个选项卡嘛哦卡的一这边是卡的二是吧对这边是卡的二那么卡的一跟卡的二在哪呢 你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每回获取的都是这个叫super这个一个flagment的对吧嗯里面获取的是一个flagment的我们来打打过来看嗯果然他在这个这个super的这个flagment里边然后在这儿来去设置的设置的它里面这个你看这是卡一啊还是还是还是卡的多少卡的多少是吧对所以说切换来切换去呢 他每次切换的就是这样一个flagment的对不对嗯这个flagment的所以这个flagment的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可以不要是吧对吧嗯这个flagment可以可以不要啊那这个就是作为我们这个main activity里面的这个呃可以作为它作为flagment的吧嗯对不对对好那我们这个呢呃这个flagment实际上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掉呗去掉也可以是吧嗯就相当于是这个 这个是已经我们可以把它删掉了啊 可以把它删掉删掉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的啊 主要的嗯 呃然后里面是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刚才那个谈谈窗的一个还还记得吧 啊dialog flagman的就是我们在这点这个小人是吧 点小人弹出来的这样一个弹窗的一个flagman的 对吧叫dialog flagman的 好那我们继续啊 像那个小人我要不想要 嗯对你不想要你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了是吧 就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确实咱们这呢可能 呃暂时来说我们还是不需要是吧 我们还不需要 那我们就先看这个man activity啊 把它拽到这边来 ok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到的是吧 要用到的一个 flagman的了 flagman的好 好然后拿过来以后这两个我们先不要啊 一会儿我们就把可以把它干掉了是吧 嗯 呃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需要有很多个flagman的 你看他的这个flagman的地方是继承flagman的 对吧 那么在这呢我们也 我们也需要来构建几个我们自己的 呃 flagman的 是吧 嗯 第一个呢是不是我的音乐啊 对对对 我的音乐 我最后就是这可能这叫我设iu 这叫music 嗯 为処理 呢 这叫mew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复制一下啊 这个叫做网络音乐是吧 这个叫我们把它改成 net music list fragment 我们就有这两个 是吧 这两个flagment 好 我们先看第一个我的音乐列表 那在我的音乐列表里面呢 我们要去怎么处理呢 我们先把布局先 先给他设置好 是不是 把布局给他先设置好 那么对于这个布局来说呢 我们在这个 is 下面的layout 所有都在layout里面啊 我们给他设置一个主布局 那这个布局呢 我们用的是我们想一下 想一下 上面应该是一个列表是吧 上面是一个 显示我的音乐里面的一个播放的一个list view 那下面呢 下面我们是有这种 这个看一下啊 我们前面不在这不是有吗 对 就参考这个这个大概是 我的demo里面的这个界面啊 里面这个界面来 哎 你看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到时候这个正在播放这个呢 我们就不放在这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一般情况下是点击的时候再重新打开一个界面 对吧 先把这个写好 呃 这是歌曲跟乐库啊 写的是 OK 也可以啊 到时候到时候一改就行了 你看这里整体的布局就是这个也是一个list view 是吧 对 list view list view里面呢再去布局它里面的这个选项 然后呢下面是有这个说这个叫什么控制条是吧 控制条里面是歌名跟歌手一个默认的一个图标 然后呢是这个播放跟下一手的下一手的这个按钮是吧 按钮好 这么个布局我们怎么来布局呢 好 首先第一步我们先要创建一个呃布局文件 布局文件 我们布局文件叫什么 呃 就叫做我的音乐是吧 嗯 my music my music list 是不是啊 layout my music list layout 主的我们叫relative layout OK relative layout 好 那么relative layout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 呃 拓拽一下是吧 放大一点啊 好 这个呢我们暂时先把它拉下去 这儿好简单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把 eles放在一起 我们下个人其实未来在一起 但是我们有一个outheastern地的地方 我们创建的一个限制